Hello 大家好 I'm Karina and Karina is me 今天我要做什麼 要做一個比較特別的東西 是我還沒有做過的主題 但是因為我真的實在是太想跟大家分享 我買這樣東西了 所以我今天要來做一個 3C開箱 沒錯 我其實是一個 不太懂3C的人 只是我就是有點腦薄弱 看到那種很漂亮的 或是說只是單純外觀好看 我不確定它到底好不好用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會用得到東西 我就會買 然後前幾天我就買了一個 就是非常夢幻的一個3C產品 那這個3C產品呢 它是在前一陣子 沒多久前在網路上很紅 於是呢 我就等到它的那個 上假日之後 我就馬上上網要去下單這樣子 只是那時候 它是5月7號上市 然後那時候我上去很多網站上看 馬上都賣光 那它也有說第一波 販售的時候它們會送一個保護套 結果呢 我看了其他家 呃 還有貨 但是保護套都沒送了 沒有正品呢 我就直接out 一次能夠繼續等了兩天左右 它終於不貨了 不貨之餘呢 贈品也有 所以呢 我就立馬下單這樣子 甚至他們自己的官網都沒貨 但是呢 我就上去Yahoo的購物中心一看 天哪 有貨 而且贈品呢 但是Yahoo這一家 它是連比較漂亮的那個顏色的贈品都還有 結果超省的 我大概那天的中午下單吧 我隔天早上9點 他要打電話來說 貨到了 我在門口栽配 貨到付款這樣子 超快的 24小時不到馬上出貨到家 所以我真的還蠻佩服他們家的那個配送能力 應該我人氣那麼低也是沒有人想找我業配 這一個 登登 它是 羅技K380的鍵盤 然後呢 我個人是比較少女心一點 所以我買了玫瑰粉 對 我來給它拆開 讓大家看看 這一個鍵盤呢 它是可以同時 直接按上面的按鈕 就可以切換到三個不同的設備 所以我覺得這是它非常好的好處之一 我們先來看看它鍵盤的實體 很可愛吧 這是一個玫瑰粉的顏色 就是它可以同時使用在電腦手機跟平板電腦上 所以它是可以直接用鍵盤去跳設備 你不需要再重新連接藍芽或什麼的 所以這就是我買它最大想要買它的原因 因為我覺得非常非常非常的方便 好 那我們來先看看它的實體 我都還沒拆 我跟你們一起拆的 因為我個人是用MacBook Pro 13吋 然後就是剪片其實長久以來剪 然後會覺得就是畫面太小 然後會很吃力 然後又要按剪盤 加上大家都知道 然後MacBook這個筆記錦電腦有一點點小小的通病 就是它的鍵盤很容易壞掉 打字比較用力的人 鍵盤按久了很容易卡鍵 然後我個人就是那種打字非常用力的人 所以呢 就導致我的鍵盤有一些其實是有點失靈的 我為了避免就是有這樣的情況 呃 夏季決心買藍牙鍵盤之後 我就在網路上看到了這一個鍵盤 所以呢我就馬上下蛋 好 不管 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鍵盤的實體 各位 oh my god 超美啊 超可愛的 大家有看到嗎 它就是鍵盤的觸感非常好 它鍵盤跟以往的鍵盤之後不一樣 不是那種方形的 是這種圓形的 所以更天真的一副可愛的感覺 它是有點磨砂材質的 是不是很美 一整個就是很有質感 我剛剛不是有提到說它有贈品嗎 對 一開始就是 贈品完全是大缺貨啊 拿來給大家看一下 到底是什麼樣的贈品 讓我那麼窮追不捨 我覺得很優質的是它這個價錢就是 還送這個贈品真的是蠻划算的 因為它送了一個這個鍵盤的保護套 可是我覺得它真的除了可以放鍵盤 還可以放電腦 它看起來是這樣子 這邊是整個皮革的感覺 這邊是有點毛泥布 然後它裡面打開是這樣子 它是西扣式的 有沒有看到 裡面還有分層喔 它有分 最大層的是這邊 然後有內層跟外層 所以你一邊可以放鍵盤 一邊可以放電腦 再加上這邊還有小層 所以有些傳輸線什麼的 就可以放在這一層 比我自己之前買的應該還要更方便 包了這一包就可以直接出門了 會不會太優質了 這個鍵盤 我覺得超級勸敗 依我對這個3C產品的了解 我並不能非常詳細的跟大家講說 它的功能有什麼 於是乎呢 我準備了我的電腦 就是呢 它是採用磨砂質感 我剛剛有介紹過 它的觸感會比較好一點 不會說非常的塑膠材質 對然後它也有做一點點傾斜 這次又送了皮革套 對可是皮革套聽說是送完為止 所以你們如果比較晚下單的話 可能就沒有這個證明了 然後再來就是我剛剛一開始介紹到 它的非常非常厲害的功能 它的Easy Switch 就是它一次可以切換三個裝置設備的這個功能 透過藍牙 加上呢它可以支援Windows Android跟iOS 再來最後它是配AAA電池的 所以它的續航力其實不用擔心 雖然說它是用藍牙跟設備做連接 它們官網上面標榜是說 使用到完全沒有電力的話 它可以使用兩年整 今天的3C開箱 我個人是認為啦 我買的非常的實用 也不會說太大 就滿小的有沒有看到 比較方便帶出門 那這就是我今天3C開箱的一些小型的感想啦 不知道各位看完了會不會想著我一樣這樣買下去這樣 那如果大家有喜歡的話呢 大家都可以上網上自己再找找看囉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那如果你們喜歡的話 再幫我按個喜歡 然後分享出去 然後順便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囉 安妞喔 Bye